提高能源效率是现代科技的一大挑战。 David-Tick有机朗肯循环技术为此做出贡献,利用余热高效发电。 工业制程中的发动机余热,及可再生能源废热,提供极为丰富的能源来源。 高科技企业David-Tick开发的有机朗肯余热蒸汽机发电系统,可以经济高效地利用这些能源。 利用余热发电,不会产生额外的燃料费用和二氧化碳。 David-Tick有机朗肯循环技术工艺利用传统的蒸汽循环系统,但是用有机液体代替水。 在冷凝器中储存的液体通过一个压力泵输入循环系统,供给到热交换器,并通过管内流动加热、沸腾和气化。 然后将蒸汽供给到发动机,进入气缸,推动活塞和电机的运动。 蒸汽膨胀时释放能量,然后又呈湿蒸汽。 在一种冷却介质的辅助下,湿蒸汽在冷凝器内液化,并再次进入循环。 利用鱼热,电费为宝,将它变成宝贵的电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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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